黑色卡面 箱上水鑽 尊榮感瞬间升级 国胎世华连续失去Costco搜狗两大联名合作后 把重心转往长荣航联名卡 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们已经看到整个国胎世华航空联名卡的消费成长了四成 锁定意后报复性出国潮 发行超过六年的国胎世华长荣联名卡宣布升级 尤其累积里程优惠最吸金 原先十元换一里 净化成五元就能换一里 国人最爱的座舱升等也加码两万五千里就能换 以美东航线为例过去升等最高得花四万里 等于打了六三折 这么拼音似乎就是想夺回卡王宝座 目前我们并没有一个数目的一个目标 但是我想我们跟长荣航空都是一样是重值而不是不重量 能够达到一个三营的一个局面 会员兑换或是升等需求上面我们都有看到 尤其是在意后这个需求非常强 靠优惠留住卡友 但国泰原本稳坐发卡刷卡金龙头宝座 在少了Costco搜狗客户后 单月减卡量破三百三十四万张 信用卡市场面临大洗牌 总流头卡排行 中国信托以八百九十一万张夺回掌门人地位 国泰市华位居第二 但和老三玉山营只剩八万张差距 有效卡排行更惨 唯独中国信托破五百万张 台北富邦靠Costco卡发威 击退玉山营台新营挤上第二名 国泰市华则调到第五名 国泰目前他们的策略是以发这个Cube卡为主 那Cube卡的话就是包山包海 但是民众要去选择权益 那很多人就觉得这种烧脑的卡片不好用 八月历经史上最大换卡潮 富邦接手Costco 远都赢拿回搜狗联名卡 花旗也由新展接手 也让这场信用卡争霸战越打越烈 静新闻许传言蔡玉如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